当然还有一个比较低的分 就是肖建峰在这个安马当中 他是没有完成那个全套的一段工作 对对 可能是为了保存体力 待会等着为了参加最后一个项目跳马的这个比赛 因为当时呢 他做安马的时候 前四名现场已经完全成功了 而且估计肖建峰的安马要全套下来 也超不过前四个人 所以就是做出了这个决定 让他减了难度 这样的话也是让他继承一点体力 同时呢也多少热热身 对 活动活动 杨威是9.687分 这个比他在一赛当中的成绩又高了 现在如果说这四个是有效分的话 最低的都达到了9.55分 还是不错的 这这要比预赛的时候 分就高多 现在又轮到了萧俊峰 这个萧俊峰呢 他的特长是 哨马 哨马自由操是他的强项 那么队前因为他的脚不太好 在这两个项目上 刚才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 他就弃拳 他曾经在今年的世界杯外围赛 比赛中他曾经获得过 跳马和自由操作冠军 又是一个道实质 那么他也是做两个动作 下来嘛 主要是看前面的选手发挥的比较出色 那么估计他的拳道动作下来也超不过前面的 前面的招中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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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国队就任最后一项跳马了 从上次预赛的情况看 中国队的跳马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次在中国队决赛的时候 中国队在难度的使用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我相信今天的跳马 中国队会比较出色 现在我们的画面看到的是 当年的体方王子李宁 他在这个跳马这个项目当中是裁判长 这是中国队要在团体节奏当中 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国队是193.345分 乌克兰是192.057分 俄罗斯191.608分 现在日本队已经掉到了第四 是191.533分 我们借着一年在练习的时候 请陆志导再介绍一下 中国队在跳马这个项目当中 一个是实力 还有一个在预赛当中出现了几些失误 那么今天针对这个项目 我们又有些什么安排和打算 应该说唱马是中国队的形象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有几位高手 比如说梅晓峰 肖晓峰他们的跳马都有很强的实力 那么在预赛中呢 由于我们的选手 有三位选手出现了问题 那么他们当时都使用了最高的难度 那使用最高的难度 在预赛中进入决赛 那么今天是团体决赛 不是单向决赛 因此我们根据上一场出现的出现问题 在南部上面进行了一些调整 那这样呢 我相信今天每一脚从肖晓峰的跳马 那我马上都不会出问题 我估计今天应该会比上一场要好 而且今天可以说队员的斗志 很旺盛 尤其在场上比赛 又比较放得开 从前几项比赛 在上海上 成功会很高 那么相信最后一项东国队 一定会有多色的表现 那么从现在活动的情况看呢 明晓峰现在做的是 箭子上百个东西 那么在预赛里面 他套的是强势当两周半 出现了事故 那么今天他套的箭子 这个相对往定性就提高了 自从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 洛杉矶奥运会以来 我们还从来没有在体操这个项目当中 获得过男子团体的冠军 今天看这些小伙子们 能不能圆了这个梦 现在准备上场的是 郑李辉 〔压态〟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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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